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李国福是个农村人 二十八九了才相亲 找了个媳妇再婚 两人之间没什么感情 就像普通夫妻一样 搭伙过日子 结婚第二年 媳妇就生了个儿子 李国强日子过得更有动力了 为了让家里过得好一些 托人找了个煤矿的工作 勤勤恳恳地上班挣钱 这天李国福刚吃完晚饭 就拿着工具去了煤矿上班 临行前还特意交代了老婆 方菊要照顾好儿子和年迈的双亲 虽然李国福只是去煤矿上晚班 但他每次出发前 都会叮嘱妻子一番 以至于现在妻子听了这话 都显得很不耐烦 熊巴巴地说道 知道了每次都说我又不会跑 真是啰嗦 李国福摇了摇头便去了煤矿 只是他们前夫妻二人不知道 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妻子方菊对这个家早就没有了好感 要不是儿子 他真的会选择一走了之 所以平时在家 方菊的态度不怎么好 所以和婆婆的关系自然也就比较差 李国福上完晚班后 第二天回家路上太困了 注意力不集中 不幸出了车祸 救护车还没到人就没钱了 这个家里顿水就乱了起来 母亲每天以泪洗面 七岁的儿子见奶奶在哭 也跟着哭 而妻子方菊似乎并不怎么伤心 让人有些奇怪 在李国福去世的第三年 妻子方菊就选择了改嫁 凭着自己几分不错的姿色 嫁进了县城 从此与这个家没了关系 哪怕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也没有带上义娶其县城 别人都说方菊没有良心不是人 方菊却说 我守了三年校 又是任劳任怨的照顾儿子和公婆 我有说什么吗 现在的日子我受够了 我去追求自己的好生活有什么错吗 大伙也知道方菊不容易 可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也不要 说不过去了 方菊说 我那傻儿子将来长大 也不会有出息 我带着干嘛 还不如一个人落个清静 于是方菊就彻底跟这个家断了关系 去到城里过他的潇洒日子去了 而儿子则就和爷爷奶奶过去了生活 美国父的儿子叫大江 大江在母亲的眼里也许是个傻小子 可他跟了爷爷奶奶之后 变得懂事了起来 会烧饭 会洗衣服 一般的家伙他都会做 完全不是之前父亲在世的那种 什么都不懂的样子 爷爷奶奶看到孙子大江这么懂事 心里也得到一丝安慰 于是不管怎么样都决定 要把大江培养出来供他都说 哪怕再苦再累都无所谓 只要孙子能出息就一切都值得 两口子为了孙子上学 又是收费品捡垃圾换钱 又是在家里种地 拿去城里卖了换钱 到最后上大学时 大江得到好幸运的补助和奖学金 才顺利上了学 现如今距离母亲改家 已经过去了16年 大江也顺利的大学毕业 还在老家找了份工作 期间爷爷因为生病去世 只有奶奶一个人 大江每分休息日就会 回瞎巷 陪奶奶 如果没有奶奶就没有今天的她 所以在她的心里 奶奶是最重要的人 这天大江带着奶奶进了县城 却不想碰到了她的母亲方菊 只见方菊在菜市场的外面 摆了一个小摊 卖着青菜 说来奇怪 她当年不是嫁给了城里的 一个有钱人吗 怎么就落到了如此地步呢 奶奶带着大江去跟方菊大招呼 可方菊遇见奶奶傻眼了 然后再看向大江 结果疯了一样的跑掉了 摊位上的菜也不管了 这让大江和奶奶都很费解 后来大江才知道原因 原来她的母亲当年改嫁 是因为说谎 说家里没有任何的亲人了 于是就顺利结了婚 谁知婚后 母亲的二婚老公也是个花心男 她压根就不管母亲的身世如何 最主要还是看上了母亲的姿色 结果婚后过了半年 母亲的二婚老公就喜新厌旧 不管母亲了 到最后因为二婚老公的破产 母亲也就一夜回到检方前 现如今她再次碰到儿子大江和婆婆 没有任何的连面 感觉十分丢人 所以她立马就跑了 大江也只能感叹 当年如果不改嫁选择在家里 或许肩天可能是另一种迹象 只可能就是命啊 大江在一旁感叹 奶奶说了一句话 活该啊方局 这就是你当年丢下儿子 不管我们的下场 真是报应 报应啊 写故事的人只负责悲欢离合 听故事的人 只为泪流满面的感同身受 若你有缘遇见这些故事 纵然我们素眉平生 单凭这些久违的故事 你我皆算老友 为敌 便是天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